我们学佛人,应该都听过一句话,叫千经万论,处处只归极乐。 就是佛在很多经典当中,都讲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千经万论,我们未必读过,但是放眼日常生活,的的确确是处处只归极乐。 身体不好,是只归极乐。 娑婆世界众生的身体,是四大五蕴,甲合而成的夜暴之身,所以有病苦、疼痛。 往生极乐世界,就是清虚之身,无极之体,不仅没有病苦,反而具足神通,自在随意。 所以,身体不好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公私破产,是只归极乐。 娑婆世界是无常的,刹那变换,刹那不住,哪有什么一定呢? 极乐世界是永远安稳安乐的地方,永远不会有变故和不测。 所以,公私破产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亲人别离,是只归极乐。 在娑婆世界,我们和亲爱的人,不可能永远相守。 不是生死,就是离别,让人悲伤。 而到了极乐世界,就能永远在一起,永远不分离。 所以,亲人别离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事与愿违,是只归极乐。 俗话说,人生不如一事,时长八九。 我们都希望事事顺心,一帆风顺。 但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罢了。 人生中,有太多不能如自己意的事情。 而到了极乐世界,那里是所求满愿,自在随意的境界。 一切都能心想事成。 所以,事与愿违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子孙不孝,是至归极乐。 在娑婆世界,大家都是罪恶生死凡夫。 而且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无非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这四种。 所以,凡夫与凡夫之间,只能碰撞出烦恼和痛苦,没有别的。 而在极乐世界,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 大家都是清静的菩萨,而且互相之间是法眷属,以法相交。 菩萨与菩萨之间,碰撞出的都是法喜、法乐。 所以,子孙不孝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夫妻恩爱,也是只归极乐。 再恩爱,也就只有这一辈子,几十年而已,终要分离。 夫妻想要永远恩爱,永远在一起,唯有往生极乐世界,才能实现。 所以,夫妻恩爱,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生活富足,也是只归极乐。 生活再富裕,再美满,也就只有这一辈子,不能保证生生世世,都投胎做人,都是大富翁。 唯有往生极乐世界,才能永远大富贵,大满足,大幸福。 所以,生活富足是在告诉我们,你要往生极乐。 生活中,处处都是世尊的金口,世事都是世尊的良言。 时时刻刻,都在为我们演说着,你要往生极乐,你要往生极乐。 我们要听世尊的话,念佛,往生极乐。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